大家好,欢迎收看香港新闻烈线,我是灯神 今天是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 先来看这条片子的第一个新闻标题 八炳闻蓝狼联手撕裂祖国魏线 亲自示范,乃共统战等操作细致 根据台湾中央社8号报道 由前联电荣誉董事曹宇成 以及现任民进党籍立委沈百扬 共同创立的黑洪民房教育协会 在上个月尾发起台湾西岸 接力大众走的台湾主站派 接力护台湾活动 淘步队在白浩朝早抵达新北市接运站 东亚医院站 除了曹宇成底人亲户现场之外 日前拍片揭露中共统战的政治网红八炳 前亲中网红闻蓝狼陈柏元 同样都在现场和民众激奖加油 台湾网红八炳12月6日 发布了新一集的自制纪录片 中国统战纪录片上集 邀请曾经被中国刻画为 爱国台湾青年样版的陈柏元 揭露中国出资收买网红等等的详细细致 陈柏元在疫情期间 创作全民抗疫一曲 鼓励民众做核酸齐心抗疫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曾经在记者会上面 针对陈柏元的创作作评论 指台包台称 和大陆同胞攀手抗疫的故事 陈柏元用音乐传递正能量 展现两岸同胞攀手共度难关的手足情意 陈柏元在中国网上 以敏南狼之名做创作 现年25岁的陈柏元在2021年 以歌曲《中国老总》爆红于两岸 不过根据陈柏元透露 他在回到台湾复兵役之后 深感两岸体制存在极大的差异而觉醒 所以才在今年8月 找到著名的反共网红白拱 商讨拍片揭露中共收买台湾网红 令到中共滲透台湾网红圈一事 重返舆论焦点 在影片之中 陈柏元声称自己 和福建武宜山统战部 海峡渡部等的单位 曾经取得过联系 并且揭发中国国台办 以及中共统战部出资收买网红 陈柏元在片中联系 海峡渡部合谈统战合作的时候 对方提到另外一名台湾乃共网红 钟明献 外界随即质疑有关钟明献 今年多次潜往中国旅游 并且分享他的体业的影片 实际上跟中国方面的出资有关 钟明献多次回应 都说这条片是自己出钱所拍摄的 有关台湾网红圈被滲透的名单 再次被网民热烈讨论 今年有多名台湾网红透露 中共招待无数的网红赴中国各地 包括新疆拍片宣传 更加有艺人表示 收到北京公司邀请组党参加台湾选举 特显中共统治手法存在多面向 多方位多角度设入的特点 虽然透过分进合计可以强化各项手段的力度 但同一时间也都由于各单位互不联系 造成资讯不流通 大家各自打各自 造成各个单位争食这家茶饭 在缺钱缺人和经济下坏的当下 就很容易会被外界揭穿 在今年6月中旬 台湾著名YouTuber波特王就曾经辞出 海峡两岸青年协会 以两岸青年文化学为名义 透过招待机家走的所谓的互卫模式 邀请至少10组台湾网红赴中国旅游拍片 当时中国国台办并没有正面否认指控 有称波特王曾经多次赴中交流旅游 并且明示只要愿意你去传递正能量 中国随时都会欢迎他再来 今年8月底 波特王又再次表示 见到有网红在中国吹捧新疆 刻意营造危害人权的新疆集中营是假象 指控不实 甚至强调所谓的新疆人友善 但是就直接不提中共公安的严格镇压 又时不时宣称在中国旅游很安全等等 而这类影片就直接被看台海 台湾网等中国大爱宣平台分享 留言区更加会出现无数的水棍 以简体中文字留言帮手洗地 当时有台湾国安人士透露 中共邀请台商 台湾网红或者他国网红 前往新疆去旅游 在中国内部各大旅行社 作力推出新疆游等套装行程 共迎假象 试图操作一波新疆美好聚事的认知战 台湾行政院当时表示 相关单位已经掌握资讯 陆委会就说 过去有立委建议 来自对岸的资金来源 赞助来源应该公开化 透明化 并且应该紧急言议 修正反渗透法 随着邀请台湾网红附陆旅游拍摄宣传影片 歌手借和员 艺人何以奇在6月中旬 也都表示收到北京某传媒公司的来讯 只发布构建新型两岸关系计划内容之后 将会介绍中国的工作机会 合法年收入可以达到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 并且邀请艺人组建台湾佣和党参政 不过 这间公司才刚刚成立了一年 网络公开的资讯甚少 身份传疑 YouTube频道小郑在日本同样揭露 他发现媒合广告业主和网红的广告平台 Nars Influencer 标榜是台湾首选YouTube网红KOL的行销平台 但是他背后的实际经营者就是中资公司 并且会透过各种的内部操控 强化亲中网红的分量收益 劣化任何批评中国 或者话语不友善的网红的分量收益 中国对台动作频频 台湾陆委会自出 针对媒体报道 中共移向台湾特定的网红招手 合作拍摄 传播抵毁台湾政府的政策 甚至邀请艺人组党参选 政府都有权掌握 并且持续密切关注 台湾陆委会并识表示 如果有配合中共对台统治滲透 或者是受其利用操控筹组政党参选 这些行为已经如月发略红线 恐怕会涉及反滲透法 和两岸关系条例 接着我们转看另一宗新闻 闻蓝狼激怒祖国 首部曲震撼华语社会 三日泼两百万views 第二集有猛料 根据台湾民事新闻网8号报道 台湾反共网红白炳 以及匿称闻蓝狼的前亲中网红陈柏元 双方联手拍片揭露中共收买台湾网红的统治内幕 纪录片首部在6号退出 直至今日9号早早 已经正式突破200万的观看次数 两名主角在8号受邀出席 黑红学院活动 在会上强势回击 来自小粉红的攻击 而在片中被点名的网红之中 钟明軒就发声驳斥有关的指控 另外一名同被点名的墨9886就说自己被套话 而韩国人就是陆话要什么时候才肯醒 并且时不时在他的频道下方的留言区 和网友展开马战 白炳重申 片中的内容都是真实的 陈柏元同时透露 自己在当兵的时候突然醒悟 望所有对中国仍然有憧憬的人 可以早点认清 反共网红白炳 和闻蓝狼陈柏元因为揭开中国收买网红统战内幕 受到无数的台派赞赏 不过同时都成为小粉红的攻击对象 白炳在受访的时候就弃问 小粉红凭什么意粉填膺 你们党媒、殃媒都不报道这单新闻 不给上热手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的吗 这么多人翻墙看我们的纪录片 看看陈柏元究竟是怎么样被整股 但共产党为什么就没出来去救他 还要他忍气吞声 搞到他变成失信人 白炳同时点名钟明倩 麦九八八六 韩国人等今次被揭露的网红 白炳直指 钟明倩刚开始做的时候 可能是无心插楼 如果真是上欧 他可能扮演的角色 就是有利用价值的蠢人 另外一名网行麦九八八六就宣称 陈柏元打电话来的对话之中 意图整圈套 你去忧使他说一些奇怪的说话 白炳对此批评 麦九八八六根本是狡辩 由拨打电话开始 全程拍摄无剪摄 有什么好反驳 而韩国人半夜都有发片 反而出来指控 说这条片搞出来的所有事 都是认知作战 而且没有人提出 有关人士收钱的证据 白炳对此表示 一个有党支部存在的国家 一个相传抖音都要预先审核的体制 竟然在说我们搞认知作战 真是非常荒唐 白炳又反问 你做YouTube的时候 自己都铺过图 上面的国籍写的是台湾 为什么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 敏南郎陈柏元同时表示 在该片出街之后 他遭遇各方打击 不只是威胁恐吓 他过去的各种黑材料 亦都同时倾巢而出 他在直播之中 坦诚面对个人的过去 亦都对曾经被自己偷拍 偷偷录音的人士致歉 并且表示 之所以要拍片去揭露真相 就是希望大家都应该觉醒 陈柏元透露 在中国的时候 中共一直教台湾人 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而他在当兵的时候 就坐在军营之中的中山室 国库的遗像上面同时写着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那既然中共要跟我讲中国 那我们就应该推翻专制独裁 他呼吁对中国有憧憬的台湾人 早日看清共产党的本质 八菲并且对外透露 由于两人遭到生命威胁 所以下集的影片已经定好时间 在年底出铺 内容主要是金融方面 并且会涉及到台湾公廟方面 例如在台湾由哪几个头接手 在中国那边专搞些什么 主要都是集中在金融集变等等的问题 要各位广大的华人观众 拭目以待 内容会更劲 更火爆 这一节的新闻就来到这里 我是灯神 感谢大家对香港新闻电视的支持 恳请各位留言给意见 给多个like和按下个钟 试试给我们的社作团队 share一条链给你的朋友 让多些人可以收看香港新闻电视的报道 多谢大家 下一次的新闻时间 我们再会 冬至盘赛来了 11月29号到12月17号 授完即止 万众期待的盘赛终于上架了 东大个年 一家人 围埋吃盘赛 当然是温暖 今次 肖猫猫推出两款盘赛 有6个人和12个人 我们的盘赛是非常出名 口碑非常好 你不需要考虑的了 如果订盘赛 真的订盘赛是最划算的 搜罗了最好的食品 材料有原石的石头鲍鱼 鲍汁绘化胶 圆粒圆背 韩国大豪市 老乡米鸭 家乡手打鲮鱼丸 大鹅掌 四分一只贵妃鸡 还有秘制猪手 腩肉 猪皮 猪利和鱿鱼 厚身的大花菇 配上时令莲藕 萝卜 芋头和枝竹 全部足6人分量 现在12人 就分量双倍 我们卖了很多年 那些客人十分满意 每个人都觉得我们的材料是没得顶的 6人原价1,198元 现在会员价998元 而12人原价1,688元 现在订1,488元 门市和网站都可以订 由11月29日到12月17日 价格包括送货 偏远地区除外 村屋在村外交收 没有电梯的楼宇在地面交收 送货的日期是12月13日到24日 预约送货 五个工作日前通知 我们送货都出名 是准时和好的 由于全部新鲜在香港制造 不是预製的 每日数量有限 授完即止 大家买我们的现金券 来再订 是不是双重优惠呢? 希望大家吃过这个盆菜 身体健康 福满团圆